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到这个地方 学习到了很多自己以前没那么熟知的东西 我感受到了东方美有古式的美 还有扇子的美 其实也代表了中国一代含蓄的一种美 千年的文化记忆 给予一代代人 悬脉你的心 聆听历史穷衣 感受鼓舞文化 来洛阳赴一场适合远方的约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